普里镇慈恩社区为了鼓励长辈多运动 每个星期有两天举办垂球运动的课程 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潘亦修表示 透过每次的课程让老人家在比赛中 引发对垂球运动的兴趣 进而达到让长辈运动的目的 同时为了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也会在重阳节举办比赛 让他们借此能够互相教计 增进彼此的情感 垂球课程今年度六月份开始 除了添构装备之外 我们也安排了活动 然后让老人家每天找时间可以练习 那我们每个礼拜固定有两天的上午 让老人家可以集中 一起来观摩学习练习 我们预计10月5号的9月9号重阳节 来办理垂球的比赛 那办理垂球活动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长辈在打球的运动当中可以强健身体 也能够延缓私人的状况 那这样子的话对他们的身心都有很大的帮助 县议员王彩云表示 慈恩社区近几年来 积极发展社区长辈关怀照护的工作 如今长照方面一星期也有五天的办理 非常值得肯定 而且慈恩社区在课程安排上动静皆宜 长辈们每天都有新事物来学习 也让他们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 我们陈理事长率领的所有志工还有团队 他们非常用心让我们这些长辈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中午 就让他们吃个很好的一个午餐 让他们来这里又有一些活动 让他们的身心都非常的健康 我希望说这个点能一直扩散出去 那每个地方都有个据点 让我们的长辈有一个很充实的生活 让我们活得快乐 活得自在 这样是我们的目的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慈恩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也期许更多社区 也能够加入社区长照的行列 加回地方的长者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道